台南人家有一間輸進大武漢堂 之前去到六年問天佑共進香 不過進香的海報 所說是關生地區 要跟媽祖基盤合分代電 這段事件他們去經濟 現在就有人拍說 這個武漢堂的建築物是違法的 市政府表示調查之後 確定是有違規的要求他們改善 看這棟成熟的建築物 很明顯平旁的處機關 這麼多 這棟一路這尊 這棟成熟人大在使用 有民眾檢視這間台南浴寺 無限大三樓以上是違法建築 當武漢堂查之後 正是說補分是違規的 要求他們現已改善 它原本應該是只有兩層樓 然後它這個加蓋到三樓 而且還蓋到後面那邊去 應該是要跟旁邊的那個四號一樣 然後它從那邊整個又往上蓋 清查它在二樓以下 是屬於合法的建築物 那其的不是屬於違章 那有關違章部分呢 我們將依照台南市政府 違章建築處理要點 來執行 對到外見另外大來的這條 合部行報的計測 討論都也儘管 無論是點燈還是保載 庫燈計測都在清清澈澈 也不過這一段 堪塞到頭照射的技能 這間輸團的經濟夠大 主要是因為他們歷程大多大多大大出海埔 全團觀光跟媽祖 要去陸檬天空宮進行合分代電 讓媽祖竟跟媽祖姓都很不滿 這次人還擺出危機的事情 是這個到大來他們就要接受好問 目前只要透過律師事務所 發三點神明 也讓大眾愧失禮 我們只是法律顧問 他還沒有正式說決定要不要去提告 對 只是這個聲明 希望這個事情 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有 超出法律決限的行為 民進局表示 無憲團是沒有經過政府立案定義 因強調中共修立案 也不可以跟民眾黑白鸞修寄 水部單位會去調查這間 輸團跟母桃照水 其後後修會去福德因 接著合法定義 記者在從大南 蔡宏博德